他今天去剪了頭髮 剪頭髮幹什麼 未來幾個月不會剪頭髮了 他就舉成報道了 他知道明天早上7點鐘 北京人到家敲門了 你說他今天去理髮是有意義的 當然是有意義啊 那是他的 剪得乾淨一點嘛 不然頭髮太長 都照起來很苍老的感覺 陸間也要有一個樣子 畢竟是個總統候選人嘛 好 舞蹈 剛剛講 我現在是反映說 你怎麼那麼敢 你幹嘛敢 就是說大的小的 我們講個髒話 我們講個青腿 你什麼都敢吃 今天柯文哲講了一句話了 講了一句心裡的話了 這是你常常講的 他不選了 人家就問說 你幹嘛把這個商辦 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他說這個商辦 放在你自己的名字下 最有監督的能力 如果我要參選的話 就要公職人員 公職這個申報 代表什麼 我不選了 我不選了以後 這個房子 再也不會在這個所謂的 公職申報裡面出來了 就是因為我不選了 我就搞一攤大的 那他今天的瘋狂在哪裡 瘋狂在於 他沒有想到北檢這麼狠 沒有想到北檢用武丹 這個壓著他 而且 北檢不急不慢 不快不緊的 整個鐘 我就壓著他喘不過氣來 他知不知道明天早上 北檢會到他家去敲門 明天早上 他知不知道你認為 他今天去剪了頭髮嘛 他剪頭髮幹什麼 剪頭髮幹什麼 對 未來幾個月不會剪頭髮了吧 他去土城報道啦 他知道明天早上七點鐘 北檢到他家敲門了 你說他今天去理髮是有意義的 當然是有意義啊 那是他的 入肩的儀式 當然不是剪得乾淨一點嘛 不是頭髮太長 都照起來很蒼老的感覺了 入肩也要有個樣子嘛 畢竟是個總統候選人嘛 為什麼他知道嘛 他知道今天 我們昨天講了一句話 你忘記了 是嗎 我說今天只要 沈慶晶跟易小姐收押 柯文哲就要倒楣嘛 我們現在講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他今天承認了一件事情 他今天跟記者問他承認了 他承認什麼 他去過桃朱影園的企圖部沒有 有去過 有去過了吧 對不對 今天等於在全中華民國的民眾面前 媒體面前承認 他跟沈慶晶有私交 是不是這樣講 對 你去過桃朱影園沒有 當然沒有 沒有 我認識沈慶晶 他沒有請我去過 我不知道那邊有招待所 表示我的class不夠嘛 要高卡 要高幹 要高官權貴才能去的地方 我的行情不夠好 所以他承認他跟沈慶晶的關係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昨天檢調多厲害 檢調今天放一個消息出來嘛 昨天收押理由 我一看就知道 哦 四千五百萬 昨天雨萱講得很好啊 雨萱把那個關係講得很清楚啊 就是今天由這個 中共他們關係企業 對 總共匯出來的四千五百萬 到哪年 給應小薇 我先說 因為今天 因為應小薇我也很熟 他的男朋友 我也很熟 所以我幫大家解讀一下 那四千五百萬是匯到應小薇的 還有一個愛心協會 他匯到協會之後呢 他創造第一個斷點 他被另外一個被收押 一個助理 姓吳的助理 他的每一次 每筆每筆提現金出來 我的猜法 四千五百萬提現金出來 他是分批會的 他大概每次提49萬49萬 因為50萬以上要報調查局 調查局監管嘛 所以他花很多精神把這個錢洗好 然後錢提出來之後呢 就存到了他的男朋友王楷的 我們叫他王楷了 再洗一次 江湖上叫他王楷 那楷哥跟我們都好朋友嘛 那就存到再洗一次 所以就產生一個斷點 對 那斷點沒有了嘛 對不對 就跟小薇的公司都沒有關係了嘛 先到了應小薇的基金會 然後再每筆49萬領出來 到了應小薇男朋友的帳戶裡面 這個錢就完全跟小薇沒有關係 這斷點已經成立了對不對 然後再由應小薇把這個錢提出來 對 提款或是現金我不知道不確定 但是應小薇一定有很大量是提現金 再交回去交給審慶金 你了解意思嗎 那審慶金這個錢去哪裡了 很簡單嘛 兩個人嘛 一個黃珊珊嘛 一個柯文哲嘛 這是檢調主要追這兩個嘛 因為審慶金不可能 你剛剛講 你說不是這個所謂的應小薇 就是審慶金兩個要當污點證人 就是你要交代最後那4500萬 留到啥區了 這個只是一筆嘛 那我現在反過來反算給你聽嘛 現在在審慶金手上有 總共有兩大案嘛 對 一個是金華城 金華城目前坊間估算他 圖利金華城大概120億左右嘛 然後另外他那個萬大 萬大余波市場的部分 他大概總工程款180億 其中40億是最佳預算 不用開標的嘛 他就看最多最少賺20億以上啦 我這樣講 一百二十一加二十一說 一百四十億啦 一百四十億你認為 一般的市面行情 這個今天再笨的一個 柯文哲要拿一點服務費的話 他那個他用10%算的話 這十二就十四億啊 十四億 這十幾億耶 這個錢不是你那個 競選總部的錢可以比的 這個叉叉比雞腿啊 這兩個不能比的東西嘛 所以他有十幾億要藏錢 他才敢去買那個 1.2億2.7億啊 對 你們大家算那個帳 都是小兒科的帳 所以我們小看他囉 小看他了嘛 他今天就去撿 他今天你純心跟他拼了嘛 把梳妝沐浴焚香完畢之後 明天後天準備進土城跟你拼嘛 對啊 打死不認賬 你懂我意思沒有 對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聽你講說要有 他是什麼 他這個是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植物行使收賄罪嘛 今天關鍵在哪裡 在哪裡 沈靜靜一個人嘛 沈靜靜如果頂不住 把他招出來的話 這兩個中了嘛 這兩個中了 我跟你講 高鴻安是十一萬耶 就判七年四個月 你這個開玩笑 你這個每個十年以上 都無期徒刑了 對 而且這個一罪一罰 一罪一罰 他還沒有幫他算北四科 三罪加起來算最低刑期 是三十年耶 他還出得來嗎 他不可能出來了嘛 對不對 三十年最起碼要做十五年 那個最後合併刑期判刑 結果一定十五年以上 他跑不掉 他要跑掉 非常非常困難 他要減低刑期要 但是訴訟的時間非常長 我現在講的很簡單 所以我認為他禮拜五 明天早上 開始會開始到他家搜索 然後幾路搜索 因為中間你講了一個關鍵人士 那個人叫什麼 叫做李文中 李文中 李文中知道他把錢藏哪裡啊 這還是關鍵人士啊 李文中明天如果看有沒有收押 李文中現在是明天被告 因為他講 李文中居然在我不知道的狀況下 今天中選會把這個錢 說中央把這個錢匯到這個黨部的時候 他直接 直接 把錢匯到我三個戶頭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是 其實錢是給誰 是給黨部 所以應該是黨部的人 把這個匯到你的戶頭 怎麼會是李文中匯到你的戶頭 你完全胡說八道 但至少 李文中知道你的戶頭在哪裡 對 所以你們剛剛在討論的過程 你們一直談到李文中 跟他之間有翻臉的 原因是因為分張不均 我認為還有一個更大的事情 就是上一次李文中 以證人的名義出庭的時候 然後到北檢去調查的時候 李文中那個時候 已經當了污點證人 要無罪赐回 已經無罪赐回 那時候根本就是 無保請回 但是 但是黃珊珊告訴我們 她是被告 因為當時 當天我們都認為說 李文中是證人啊 就黃珊珊脫口說出她是被告 除了被告 不是這些案子 是整個案子她就是被告嘛 所以李文中是重要關係人 昨天查的這個會計師助理 為什麼不叫李文中去查 因為李文中講完了嘛 所以我們小看檢察官了嘛 檢察官已經掌握到你 柯文中的 柯文哲的錢的發展了 你藏錢的地方 李文中已經把你揭秘出來 所以他很懊勞地講一句話 他說我交往了50年 被朋友坑了嘛 所以是這個 他們賣了 當然他把他賣掉了嘛 李文中那個人會不會賣人 當然會 你看那些開記者會就在賣人 公開的賣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 我負責的跟大家報告 我都不知道 那誰知道 那李文中 我是講一個問題 那你李文中你都不知道 那你告訴我誰知道 柯文哲知道 當然想柯文哲知道 你保證講柯文哲知道 那柯文哲知道什麼 你就通通講完了嘛 所以他現在需要有法外 我跟你講明天一定會傳他 搞個不好李文中明天也收押 我跟你講 因為他後面有後續串貢嘛 還有一些資金的問題還在繼續吵 所以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柯文哲知道明天會被串門 大清早就會來 那大清早就來 我就在算啦 萬一1點鐘生鴨庭 開到3點鐘結束的話 我就問了這個吳宗憲 這個吳宗憲這個立委 我說欸 我說 會不會到了3點鐘 在電視機面前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他說應該不會有那麼難看啦 他說我們晚上很麻煩 因為你知道這個夜間 征訊 夜間征訊 他可以拒絕 他可以拒絕 你知道夜間征訊的條件 我跟你講過沒有 沒有 什麼夜間征訊的標準是 你知道幾點鐘嗎 幾點鐘12點 你知道夜間征訊 是幾點鐘開始起算 幾點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氣象局決定 看當天的氣象局 告訴你說夜間 那個時間就是夜間征訊開始 預弱的時刻 看當天氣象局 來決定夜間征訊 所以他看這太麻煩 明天早上6點鐘 開始敲你們家門 這個一天幹下來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繼續幹 他說檢察官 只有夜間的問題 沒有週末的問題 吳宗憲 我想講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 我要先讓他 他瘋狂 你就沒有想到今天整個記者會裡面 太誇張了 難道你們不知道在說謊嗎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講的東西漏洞百出嗎 而且更可笑的是 黃珊珊 你是律師 你今天是台大法律的高材生 結果你丟出來發票 好像說我們非常委屈 我們去非常努力查賬 賬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這張發票 剛剛講的 2024年的8月19號 你的選舉都已經過了多久了 而且開發票的是誰 木可公關公司 而木可公關公司 不是在8月12號的時候 你柯文哲已經戴維宣布 他已經解散了 一個被你宣稱解散的公司 而這個時候還有一遇嗎 你覺得可以再開一個發票 給競選總部 而且金額非常高 寶達哥就從今天開始 台灣創造了一句新名言 你知道什麼名言嗎 就是我們知道他們把我們當87 但是他們也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把我們當87 但最後他們依舊把我們當87 就是這樣子吧 他們自己是87也就算了 還要把我們當87 對我們講的確是有句話 叫做人不瘋我不成果 但我跟你講 他們如果不這樣瘋狂下去 真的是活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名言人都看得出來 113年7月到8月 這個時候選舉結束了沒 結束了 寶天結束了 不是啊 寶天哥這個月的事情 你怎麼會 在這個月開了一個發票說 哎呀我們這一張忘記漏報了 你是做了小叮噹的 我們講時光機器嗎 怎麼可能 而且再來喔 2024年8月19號 而且最關鍵是什麼 募可公關公司 寶天哥 又是募可公司開了發票 不是他現在已經沒有公司 敢給他們發票了 他們現在連募可公司的發票都敢開了 不是 我跟你講同一批人 一樣也是黃三三 一樣也是柯文哲 大家也記不記得 8月12號的時候他們幹嘛了 在記者會上 哎來發一下發一下 他們宣告什麼 募可解散了 募可要解散了 結果他又跟你講 已經解散了幽靈公司 在根本不是選舉的期間 也是這個月現在 現在又開了一張幽靈發票說 哎呀沒有啦 我們這個一百萬 我忘記漏報了啦 你看看我們有這個一百萬 有這張發票 不好意思各位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這傢伙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瘋狂 還是怎麼樣 還是真的都把我們全台灣當87 因為 黃三三 你不要說是律師了 今天換言之任何一個正常的 有人敢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 非常的膽大 我覺得我現在周邊的朋友 為什麼對柯文哲越來越憤怒 而且越來越生氣 我怎麼覺得台灣十年來 怎麼會讓這樣的一個傢伙 興風作浪 怎麼會把這個東西 他差一點當台灣的總統 你今天 你真的把我們當成什麼了 保理哥我跟你講 我理解他們邏輯 他們邏輯就是這樣 柯文哲交辦了黃三三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 你就是想辦法把2723這個賬給填起來 但黃三三真的想不出來辦法 所以想不出來辦法幹嘛呢 他就整個瘋狂了 我就作假 那瘋狂他就說好沒有戲 反正要擺爛我們就演到爛 反正整個就是一筆爛上 對不對 一鍋老鼠屎 我再加一碗老鼠屎會怎樣嗎 沒差 他還是老鼠屎 所以我乾脆就說好了不可 我知道你很臭 那就臭到底好了 叫你在8月19號之後 再開了一張我們講假發票 那這個假發票 各位對就是假發票 為什麼 因為你在開我什麼玩笑啦 你跟我講好了 競選總部 然後你現在申報日期 明明要在1月12號之前 你敢報說現在8月19號 解散之後再報一張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剛剛講的 你現在這是競選小物 你的競選小物照理講 你現在不可以有任何競選活動 你也不可以賣競選小物 那我要問你 你現在8月19號 你這個裡面的100萬 是從哪來的 對 保留哥 對 我就問這100萬的品項是什麼 他們違法犯規完全不在乎 坦白講我其實很期待劇情發展 就是反正你都唬爛出一張100萬了對不對 那請你告訴我說 這100萬裡面 你到底在8月19號 做了什麼事情 跟我們講的過去的競選期間 有那個有關聯的 這掰不出來嘛 保留哥 我真的掰不出來啊 而且剛剛講 不是那個發票的問題 今天是從頭到尾 你談到木可公司 你今天談到那個 所謂的他商辦的問題 你今天談到所謂的政治先進的問題 他全部都胡說八道 但保留哥我必須坦白講 這是我今天 我這種從我們講 看柯文哲這麼久以來 這10年來 他真的是理智憲斷掉了一天 你知道嗎 他有三大崩潰點 第一大崩潰點 就是問到他競選辦公室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記者非常堅定 問他說 柯文哲 你剛剛講說 你這個東西 前一陣子你說是個人辦公室對不對 但你今天又說是立法院黨團辦公室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你知道柯文哲是什麼 他說 我個人 我也會去立法院 我也會去那邊上班 我個人用用 他們也可以用 所以我的辦公室就是黨團的辦公室 不知所云了 不知所云 而且不只是這樣 問到金華城的時候他一樣 不是他還會漏詞 想想你剛剛在問什麼 他以前怎麼會這個樣子 對他連自己之前講過什麼 他也沒預料到記者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場直接柯文哲 157的智商大當機變成571 直接就壞掉了 而且不只要問他金華城他也是 問問說你跟金華城的關係什麼 你到時候如果被生壓的話 然後被擠壓的話怎麼辦 然後他也是 不知道怎麼問 然後就講出一句莫名其妙說 有啦有啦 我有跟神經驚唱過歌 再續過一次 逃出影院再續過一次 他直接認了 根本沒有人問他 沒有人問你這問題 他自己就自爆說 對我就是去逃出 我去跟這個我們講神經驚唱歌 不是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講 我們昨天不是講嗎 很多的社會行為有的 有人趕快去自首 甚至有人到廟裡面就慘白 為什麼慘白 每天晚上就有鬼來找他 因為他做了壞事 做了壞事有沒有 舉頭三尺有神秘 那個神秘每天來找他 那個鬼每天來找他 他不知道怎麼辦 到真的出來以後 他什麼都糟了 對他放棄治療了 而且他今天早上 沒有他今天早上說 我早上睡得很好 沒有人問你睡得很好 是你幹嘛講這些話 代表你睡不好了 對保陵哥我跟你講 他是完全放棄治療 為什麼講說放棄治療 就是說不要再糾纏我了 拜託不要再折磨我了 對啦我就懶 他今天就這樣 我就懶 因為你知道嗎 他自暴自棄了 他自暴自棄了 甚至我會講 問他財產部分 這句話更絕了 我跟你講他是什麼 因為就有人問他說 柯文哲主席 請問一下 你真的只有買這一間嗎 因為你的財產申報 到現在為止 你根本不用報啦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講說什麼 柯文哲說 就帳面上生意間啊 我沒有了啦 天上哪有那麼多錢會掉下來 我真的聽完之後 我其實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對 他不是嘴巴硬油的問題耶 也不是口齒不清的問題耶 是柯文哲整個腦子已經打結變醬糊了 所以當今天這場記者會看完之後 我原本第一時間你知道幹嘛 我憤怒 我覺得你們怎麼可以睜眼說笑 但後來我覺得可悲 你知道最後我覺得什麼 好好笑真有趣 柯文哲真的是我們講的流量天王 接著要生下易小慧 要生下沈慶晶 最關鍵是 錢抓到了 剛剛對我講 他今天沈慶晶 給了應小為的基金會4500萬 然後洗了半天洗了半天 把它洗掉了以後 那個醉油的米錢 不知道跑哪去了 還不知道 你說4500萬已經很誇張 沒有 現在檢調代表告訴我們說 沈慶晶除了這個4500萬之外 還有上億的公關費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對沒錯 為什麼要生涯這個沈慶晶 跟這個應小為呢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確定有 所謂的金流往來的嫌疑 那他主要是從2018年 到2021年的時候呢 其實 沈慶晶透過非常多筆的方式 匯給了這個應小為 那大概匯的是4500萬 然後當然如同吳董講的 他們就把這個嫌洗乾淨之後 再返還給這個沈慶晶 好 那事實上除了4500萬之後 現在呢 沈慶晶的招募裡面被他查到 可能還有上億的資金呢 不明確 上億 對所以也就是說 所以4500萬還小看了 對 那這個4500萬是他們兩個之間的 有往來的 但是還有上億 不知道到哪裡去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的錢呢 比大家恐怕想像中都還要更多 而且上億的錢 為什麼今天依照查詢 因為他跟柯市 柯市 柯市府是有關的 對沒錯 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為什麼跟柯市府有關係 保證人家 因為現在都 他指證莉莉說 這個在我的 這個 這個金花城的案子裡面 有人來跟我索惠嘛 這是他 這是沈慶晶自己講的 好 所以現在檢調呢 只要能夠把這個錢呢 連動到柯文哲的身材化 完整柯文哲就完全無法 這個逃過的這個狀況 好那其實呢 今天呢 柯文哲還說了一件什麼事 他承認了 啊我選他 我心情不好啦 我去這個 沈慶晶的這個招待所去唱歌 他去逃出影院唱歌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 沈慶晶覺得他心情不好 來請他來這個 來吃飯 然後人家說 欸那你怎麼可以跟這個 沈慶晶往來 他說啊 財團也是市民啊 為什麼不行啊 欸保證 他以前對財團 可不是這樣的態度啊 財團是怎麼拿著刀叉吃人肉啊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逃出影院 當然就是非常神秘的這個豪宅嘛 保證我剛剛講 事實上現在不是有傳言說 沈慶晶當時被這個 被這個闖進去的時候 他就在逃出影院裡面嘛 他住在逃出影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沒有人買啊 就只有他 跟他的關係企業兩個在做 互相的這個交易嘛 所以他們講說 今天去找沈慶晶的時候 他其實躲起來了 他說逃出影院有一個神秘的密室 這個神秘的密室 你可以在裡面窩藏非常久 是因為等於說檢調單位 已經完全掌握他的行蹤 把他給逼不出來 對 不然他本來想躲在裡面不出來的 對我們知道 事實上這是逃出影院 大家都說這個台北最大的裝置藝術嘛 我跟他講 事實上我有朋友進去過去看過 他就看過之後 你知道他這個平面圖 我先跟他講 他裡面的房間格局在這個地方 然後中間來說 一層樓喔 保證那一層樓喔 他一層樓兩戶 那一層樓呢 他有七座電梯 有七座電梯 四座電梯呢是給主人用的 兩座電梯是給僕人用的 另外一座電梯是給車用的 你看 車子有電梯 對 車子可以直接開到他們家的樓下 有停進去 所以你知道他 這個非常非常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他車子真的可以開進去 跑車什麼都可以開進去 我車子的電梯 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那麼貴 他現在賣到一坪五六百萬嘛 那是他一戶來說 只要十幾億以上起跳 所以原因在這邊 然後上面還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 為了要保證 如果真的 你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把救護車 就直接開到你家樓下 就直接把他載走嘛 所以他們這個電梯是真的 救護車可以到你門口 對 車子可以開上來的 沒有問題的 好那除了這個 沈晶晶躲在哪裡 寶傑你知道嗎 他躲在地下三樓 他有一個B3地下三樓 有一個非常 嚴密的碉堡 這個碉堡呢 有2.5公尺左右的這個鋼筋 這樣空起來的 也就是說真的 核彈打下去之後 他都沒有問題 防核彈 都沒有問題 他可以躲在那裡面 所以就是說 沈晶晶是躲在那裡面 然後人家說 因為這個檢調去查嘛 這個很好查 這個裡面來說 沒有住人就沒有住人 很好查 就找不到人 跑到那裡去了 人家想 會不會在地下室 原來他就在B3的這個 密室 密室 地下碉堡裡面 我跟你講 2.5公尺可以防核的 防核爆的這個碉堡 他就躲在那邊 那當然因為檢調 已經完全知道 你就在那邊嘛 你一定有一天要出來的嘛 那於是就這樣 就這樣就把他帶走了 是 其實沈晶晶剛剛講 今天柯文哲承認說 他進到這裡面 對 這裡面還有KTV 是 這裡面還可以唱歌 是 然後這裡面還可以吃飯 所以沈晶晶是 用了最高規格 來款待柯P 他曾經請過非常多的 這個所謂高級的 這個所謂很多老闆都去過 他的這個所謂的 他的招待所是在頂樓 就是他的頂樓那個地方 因為頂樓是一望無際 然後是完全打通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地方 就剛剛那個頂樓 對那個頂樓是他的招待所 非常非常的高級 而且視野非常非常好 聽說去過都覺得太讚了 所以柯文哲就在那個地方吃飯 對他在那邊唱歌 在那邊吃飯 所以你知道 而且保證我跟妳講 這個逃出影員 他一個月的管理費多少錢 一個月管理費15萬元 對也就是15萬 這個真的就超過柯文哲 他的月退縫了 我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講 這是逃出影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逃出影員 他目前為止 15萬的這個月的管理費 是全台北最高的 所以事實上 我就講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很多人都很想去逃出影員看 你要去看他 你要去看他的這個所謂房子的話 不是一般人能看 你只好要出去 你有10億元以上的這個資產 你猜猜看 不然的話完全不給你看 而且你要預約 而且你知道沈經經說了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話 他說 每一個這個住戶 都要經過我們的聖喝 他說他最重視 兩個字 叫做人品 也就是說他需要有人品好的人 來住他的逃出影員 那我從今看起來的話 真是格外的諷刺 好 蘇佩 之前台北市議員就問他過很多次 說你有沒有去逃出影員過 你有沒有去逃出影員過 他以前都不回答 可是他今天居然自己承認說 我去過 而且我去唱過歌 就代表 他跟沈經經真的關係非常好 而且我聽到很多人說法是說 他去逃出影員 根本不是只有一次 當然是啊 這個逃出影員 離台北市政府這麼近 怎麼可能 沈慶晶會說 你選完之後 你在悲傷舞階段的時候 我邀請你來唱歌 可是你在市場的時候 我都不邀請你 當然不可能嘛 而且另外啊 我也問過之前的都發局的同仁 我問他說 請問柯文哲之前身邊 包含蔡壁如 對於沈慶晶的態度是什麼 他說不討厭哦 所以包含蔡壁如 不是李文中哦 過去柯文哲身邊的血滴子 蔡壁如 都對沈慶晶是不討厭的 只是說 為什麼他在第一屆的時候 沒有給他 到第二屆市長的時候 才去達成 沈慶晶的願望 為什麼 我覺得這態度 這個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欸 他獲得 他讓沈慶晶是獲得百億榮基 多給了5000多坪 讓他在金華城 可以有百億的獲利 所以到底為什麼讓沈慶晶 在柯文哲第二任的時候 能夠改變心意 是不是 欸就是常常去逃出影院 多唱唱歌 多聊聊天 柯文哲就改變了心意 而且還有誰陪他去 誰 還有誰陪他去 我就覺得這就是重點嘛 所以到底誰陪著柯文哲去 然後讓柯文哲改變的心意 不過我要講啦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慌了 我覺得有 昨天檢調的大動作 約談的沈慶晶 然後約談的這個 映曉威 這兩件事情讓柯文哲真的心慌了 所以本來今天下午的記者會 不是要講賬的嘛 因為 黃珊珊不是說所有賬的單據 全部都被檢調拿去了 他要去copy 他有沒有copy回來 沒有 他今天少了一張假發票 對不對 他今天少了一張假發票 為什麼 他們解釋說那不是假發票 那是延後開的假發票 那是延後開的發票 那很扯嘛 你都八月的 今年八月的發票 在結一月以前的賬 這太瞎了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賬的 賬戶的記者會 是硬被喬出來的 今天原本要去回應 這個彭震生在星期一 到議會去講說柯文哲是親簽 讓金華誠可以得到20%榮獎 這件事情 他本來要談金華誠的 他本來要談金華誠的 但是檢調昨天的大動作 讓柯文哲害怕了 不敢談了 他不敢談 難怪昨天特別強調 不談金華誠 所以你看昨天莫名其妙 在同時間 陳志涵就出來講說 我們不談喔 明天記者會不談的 不談的原因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談的 怕被檢察官也覺得說 你是不是跟沈慶晶 跟易小薇在串供 所以我會更積極的去辦你 所以柯文哲怕不怕 怕嘛 所以今天他出來講的時候 就說 大家昨天晚上都在講說 他會睡不著覺 他今天講說 沒有喔 我睡得很好 昨天睡得很好 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誰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會隔一天跟同事講說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同事會說 跟我什麼事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今天的態度 一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沈慶晶會去慰勞他 這件事情 凸顯得柯文哲 跟沈慶晶的關係 非常好嘛 沈慶晶為什麼不去安慰侯友宜 對喔 沈慶晶是侯友宜 是國民黨的中常委耶 他沒有去安慰侯友宜 他去安慰柯文哲 代表柯文哲跟他的關係 非常非常密切嘛 而且柯文哲今天來講說 財團也是市民 我就問你柯文哲 2014年你在修理遠雄的時候 你怎麼講的 對 刀叉吃人肉 刀叉吃人肉 你在罵這個 這個郝龍斌的時候 你怎麼講的 你說下屬犯罪 下屬貪污 長官都不知道 7414嘛 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居然說 財團也是市民 我就要講說你的態度 為什麼轉變那麼大 而且這槓上開花 沈慶晶出來以後 他不是金華城 今天講的 你的中工再去的時候 連萬大漁果市場 也賓購了 是 寶傑哥 我剛剛就要講 他獨號審慶金的 還不只金華城 還有果菜市場 你知道果菜市場 當時在發包的時候 台北市議會編列 140億 劉標了三四 柯文哲給他 減相發包 減相發包之後 中工得標 中工得標之後 你知道嗎 在現在我們居然要追加50億 直接送給中工50億的工程 因為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在剪相八包上面 寫得非常清楚 未來以後 魚市場就一定要蓋到八樓 水果呢 就一定要蓋到七樓 無條件的要配合 你知道這兩個 就50億 但是多追加的這兩個樓地板 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魚批發市場 多追加的六樓跟七樓 要做餐廳 要做水族館 跟批發市場有何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水果更離譜 你知道我們多追加的六樓跟七樓 一層樓做停車場 另外一層樓做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做空中花園耶 台北市民就要多花50億送給中工 然後多蓋這些樓層回來 不知道要幹嘛 全部都是因為柯文哲 當時發包的時候 檢像發包在上面切的合約 到時候如果中工說 你為什麼沒有把它追加回來 他是可以告台北市政府的 而且蘇貝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柯文哲怎麼這麼趕啊 是怎麼這麼趕 而且柯文哲之前不是說 他最有財政紀律嗎 對啊 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嗎 過去好龍兵罪人家 最讓人家詬病的 就是追加追加追加再追加嘛 結果他現在不追加 他就是直接檢像發包 逼迫的蔣萬安你要編列50億 直接送給中工嘛 所以為什麼今天檢調 會進一步的到中工去搜索 原因就是在此 柯文哲獨厚審慶金的不止金華城 還有萬大的果菜市場 這一件事情更是大條嗎 好玉鳳 從來講的 原來這個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為 搞了半天是9月5號 本來要去約台審慶金 9月5號約台審慶金的時候 這個事情爆開了以後 隨機最緊張 應小微最緊張 應小微我們昨天就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跑到台中清泉鋼去 原來他先到桃園 對 在桃園發現自己已經被禁管了 嚇死了以後 他居然要跑到清泉鋼 那想說你幹嘛去清泉鋼 原來清泉鋼有班機可以去金門 他有可能說 我去金門再坐小山頭 跑掉 就沒有講他連國內線的飛機 他也不能飛 代表他從頭到尾都被盯上了 那我若講 今天如果沈慶金被盯上了 應小微被盯上了 那柯文哲跟他太太 不就早就被盯上了 對現在來講的話 應小微其實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真的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慌了緊張了 誰收到傳票 其實是沈慶金 他收到的是9月5號 但其實他收到傳票之後 馬上就有人在他的住居所那邊盯監了 所以我丟給你傳票 我身上帶著居票 如果你想落跑 我就把你扣走 但是呢 他還算沈穩 沈慶金還算老江湖 他不管怎麼樣 他至少還在運籌帷幄 有一個人 李小微 極了 動不了了 想要落跑了 動尾條 想要落跑了 然後跑過去那個地方 其實你有犯案經驗的人都知道 你一被禁管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你跑不掉了 你唯一條路就是賊湯 你不可能再由機場出發了 但沒想到他桃園國際機場 不能出去之後呢 竟然跑到台中清泉岡 他竟然以為說 如果我不能夠出國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台灣的台中 飛金門 金門在走小三通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國中出去 對 結果也不行 但是 國內線也不行 也不行 因為電腦是連線的兄弟 議員 電腦是連線的 而且呢 他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就逃亡啊 如果我今天第一次 我跑去這個機場說 我要去英國 我要去倫敦去看我女兒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欸 你是合情合理的啊 我第一時間 我怎麼知道我被禁管 我被禁管說 那我回家我等著開庭 不是 你馬上浪跑 浪跑 你跑去台中 你是不是要逃跑了 要逃跑的時候呢 鞠票就來了 就把你給帶走 然後審信金 就一起帶走 現在來說的話 為什麼有辦法傳 給你傳票 又開鞠票 錢 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貪污自罪條例 查的一件東西 錢 所以他們兩個 已經有金流被勾擊出來了 錢出來了 對 已經有金流被勾擊出來 但是呢 以審信金 如果為了這個案子 跟易小薇 這兩個人是合不起來的 因為你是什麼東西 你只是議員啊 議員可以給容積率嗎 不能 議員不能給容積率 所以呢 他有一個 三角形的關係 所以重點就是 柯文哲 誰點頭給容積率 對 有辦法來點頭給容積率的 有辦法把容積率送給財團的 有辦法讓這件事情圓滿起來的 就是有公權力的人 所以現在這兩個人 如果被羈押之後呢 很快 如果被羈押啦 他可能也有重寶 那很快的 柯文哲 你就要到北檢來說明了 那北檢說明的話 所以說 易小菲 跟這個所謂的審信金 只要這兩個骨牌一倒 下一個骨牌 就是柯文哲了 對 就是柯文哲 但是呢 小沈他昨天呢 其實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不是第一時間 他後來想盡辦法來發了一個聲明嗎 這聲明怎麼出來的 這聲明呢 是在房地產的群組裡面丟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大家看到 就想說 奇怪 你被帶走 然後呢你還沒有到地檢署來覆訓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現在身體是被受控制的啊 你怎麼發聲明 那你發聲明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之前就知道 我有一天會被突然帶走 所以我先把聲明寫好 可是那聲明就是給柯文哲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不說金華城的事情 他在裡面 嘻嘻哈拉想了很多嘛 說什麼 柯文哲師傅 有人來跟他鎖惠 那都不是重點 誰來跟他鎖惠 都不是重點 他的重點就是說 我不會給紅包 柯文哲也不會收紅包 我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兄弟啊 如果我真的被雞哈了 我不會攪軟 你千萬不要攪軟 我是要拼無罪的 所以呢 他今天才說金華城的事情 我從頭都不談 為什麼 因為現在柯文哲已經慌了 他還沒看到 他們有沒有機會出來 他這次的一槍斃命 就是你丟出那個4300萬 本來他老婆 去看豪宅已經對小草 造成其他的衝擊 可是他講 我們又買不起 然後那個管理費 比我的這個所謂的退休分還高 那只是計畫了 根本沒有 結果你居然橫空出 是丟了一個4300萬 而且這個4300萬 完全是獻金 如果是獻金的話 他講說 那是他的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補助款 可是到現在 包括蘇慧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筆錢是直接匯到了黨部 如果這筆錢你真的拿去用 那就等於是中選匯匯到黨部 黨部再匯到你的這個戶頭裡面 你把匯匯拿出來 那如果說你匯匯的 你怎麼去買這個4300萬 他都不敢交代 代表他有一個神秘金庫 而這個神秘金庫 將要浮上水面了 我覺得他的神秘金庫 可能超乎大家的想像 我先跟大家講 柯文哲現在的狀態叫做什麼 日落西山 而且呢 葉克摩之父救不了他自己 你說他現在就在葉克摩狀態 對 他已經叫做社會性死亡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個4300萬的商辦 第一時間他出來回應說 我是要構製做我個人辦公室使用嘛 所以用4300萬的現金嘛 結果今天陳志涵又跳出來說什麼 他說 我們這個是要做黨務使用 你第一時間又說個人辦公室 現在又說黨務 而且現在就有人在使用 而且現在這個人的租約還沒到期 對 你從買的時候 5月10號到目前為止 你都在收租嘛 第二件事情 我就要問民眾黨 你說做黨務使用 請問現在租金是誰在收 那一個租金是不是 匯到抗問者的戶頭 他怎麼會是黨務使用 對不對 第二個 你說黨務使用 在要買的時候 你們內部有沒有開過會 大家記得 在6月的時候 他們有討論說 全部都要搬到 這個台坡大樓嘛 台坡大樓三樓 然後 柯文哲辦公室也都在那邊嘛 那你如果說要黨務使用 欸今天你是來看這個濟南大樓 旁邊還是陳佩琪的1.21豪宅 你如果當初就直接用民眾黨的錢買的話 或者用基金會的民意買 沒有人會講話 如果你有那個瘋鼓 你那時候又買1.21豪宅 你又要買這個辦公室 你如果跟各位黨工 跟陳志涵所有的人講說 欸我們今天如果立法院開會 要休息的地方 你們全部都來我的辦公室 全部都來我的豪宅休息 那我就幫你拍拍手 可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現在是被發現了之後 你才改口說 第一個你用個人辦公室 用個人的名義 現在又說做黨務的使用 所以從頭到尾一派胡言 這個才是柯文哲現在 最嚴重被大家質疑 他們兩夫妻的誠信問題嘛 所以看到現在柯文哲的情緒狀況 已經出現瀕臨崩潰 剛才講以前他只要來 他根本不在乎這些鯊魚 你們這些記者 根本就被我玩弄在鼓掌之間 可是現在他才發現 記者居然也可以當鯊魚 而且不斷地撕咬他 不但不斷地撕咬他 他連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剛剛講的 這個不能反抗的能力 裡面有一個關鍵性的人 我們一直沒有提算 李文中 李文中不見了 李文中才是關鍵人物 因為李文中才是不可的董事長 那李文中不見了代表什麼 李文中跟柯文哲現在的關係 到底如何 如果李文中跟柯文哲現在的關係 出了問題 那最可怕的吹哨者就出來了 最可怕的吹哨者就叫做李文中 因為以我們對柯文哲長期的觀察 他跟李文中一定鬧翻了 鬧翻了 為什麼這樣講 我講這個時序 4月8號 他把監察院把他的帳退見嘛 對不對 可見當時柯文哲 李文中 黃三三一定知道 柯文哲一定會認為怎麼樣 你這個政治現金的帳 中間的差額怎麼會高達2000多萬 他第一時間的反應一定是什麼 李文中 你把我的錢給吞了 是假的 他一定是這樣覺得 不然你怎麼會有那個 我全部那麼相信你 對 我都交給你 怎麼會有發生2000多萬不見了 你說中間 我的錢在哪裡 有2700萬應該在戶頭裡面 這個戶頭居然被淋走了 對 所以到當時 你看喔 他4月被通知嘛 所以他5月10號 趕快來買了這個商辦 再來呢 他5月16 6天而已 他就幫他兒子開了這個 治療科技公司嘛 他為什麼那麼急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原因很簡單 他可能就是跟李文中鬧翻了 所以他已經不再相信李文中了 所以他可能就要把這個 木口裡面的錢 甚至他未來 他的小金庫裡面的錢 全部都要把他放到這間公司裡面去 就在這個商辦裡 只是不小心 在這個禮拜 就被我給踢爆了 所以呢 如果我沒有講 大家不知道 柯文哲可能就按照他的步驟 他沒有真心的要處理查障的事情 因為4月8號通知你 你5月10號在買房 你買房 你不可能當天看當天買房 你一定是提早之前 一兩個月都在看房子 你看房子比你查障還要來得更急 那我就問柯文哲 你到底為什麼那麼急 而且你從5月買了之後 一直到7月 你們陳佩琦還不斷的在看房子 看豪宅 而且就我的消息 你還不是只有看東門捷運站的附近 你連中校東路二段你都在看 中校東路二段 對 所以 等一下 中校新生站旁邊 我跟大家說 散島市捷運站附近 整個中間 所以你的範圍真的都是沿著立法院的周邊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陳佩琦 柯文哲 你們接下來應該好好的面對 不管是你們這些小草支持者也好 你們黨內的這些黨員也好 或者是黨公職再來還有司法的調查 應該要把金流好好的公開 因為雖然你講說是用選舉補助款 但是沒有公開誰知道 你會不會有其他不明資金的來源 對 這個才是大家關注的議題 好 蘇菲 這一集非常關心的計劃案 今天開始兵分四十三路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沈慶金跟這個所謂的易小暉 都已經被轉為被告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已經慢慢收網了 已經慢慢收網了 最後 已經掐到柯文哲的脖子上了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 兵臨城下諸法圓滿了 像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奇怪 兵分四十三路 為什麼都沒有搜索 柯家 柯境辦 柯的相關處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已經約談了這麼多人 一拖拉苦人 為什麼都還沒有約談柯 我認為不用約談柯啊 當所有人的證據都已經搜索完 都已經收集完了以後 最後就是找來柯 寬慨給他看說 這個人說你怎樣 這個人說你怎麼樣 這個人說你怎麼樣 你怎麼回應 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現在找柯來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我說 為什麼說租法圓滿 對柯來說 他整個人全身上下 就只有一件事情是關鍵點 金流 金流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嚴峰說了嘛 你買的四千三百萬的錢 現在是關鍵點 原本沒有這個房子 我們還不知道說 他有這麼多錢 而且花出去了 那這些東西都不用傳喚柯文哲 檢調只要跟銀行索取柯文哲的 帳戶金流就好啊 而且你說那些帳戶已經被盯上了 而且被盯上之後 你是不能隨便移動的了 他移動也還是一樣都漲 所有的金流 所有你只要在銀行帳戶裡面流動的東西 大家看林依錦的案例 連林依錦拿著助人頭助理的提款卡到提款機 的那個畫面 檢察官就調得到 對 那何況是柯文哲在帳戶裡面 如果有游動這一筆錢 如果他本來沒有四千三百萬這個事情 還抓不到喔 現在有四千三百萬 你就必須要解釋 你買這個房子的錢 從哪裡來的 如果從你的帳戶來的 OK 如果真的也從民眾黨來的 他還解釋得通 但如果不是從銀行帳戶出去的呢 或者他銀行帳戶還有別的錢呢 以柯文哲跟陳佩琪的小心 他可能說 家裡放了很多現金很恐怖 很恐怖很恐怖 先傳兩個皮箱金去買買 還是說 那間房子有人買的 那間房間為什麼要買 進南路 進南大樓的三樓 裡面那家公司裡面的股東 剛好又跟沈靜晶有認識 當時是仲介帶你去看的 還是朋友帶你去看的 為什麼你要不砍價買到歷史高價 為什麼你要全額買 連貸款都不貸 很多為什麼的 現金放在手上不好嗎 可以貸款不貸款不好嗎 錢太多會咬你嗎 趕快把它付一付 高價付一付 買貴的當潘娜也沒關係 而且今天我覺得更不要 是有人去算 如果你真的拿了4700萬 你是要帶那個箱子 你知道幾公斤嗎 要4咖呀 因為昨天鄭文燦 要50公斤 對啊 昨天鄭文燦2800萬就2咖了 對啊 所以柯文哲 你說柯文哲有能力 他有練建立 他可以扛個50公斤 對啊 去買房子 所以你4300萬的金流 你出事一下你的帳戶 存款帳戶有多難 到現在 我們就看明天的記者會 他會不會出事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沈靜晶做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舉動 什麼舉動 他下午發了一個聲明 他發聲明的時候我非常錯誤 因為記者來問我的回應 我說他不是在在偵訊當中嗎 一個在偵訊當中的人 他怎麼發這個聲明呢 這代表一件事情 那個聲明早就寫好 交給一個人 告訴那個人 我幾點沒有出來 你們就發那個聲明 OK 那那個聲明 除了幫自己喊冤以外 像不像隔空串供 隔空串供 如果什麼情況 你可能發A聲明 什麼情況你可能發B聲明 我高度懷疑那個聲明 還有AB版 如果我被問訊的時間太長 你就發A聲明 如果問訊的時間短短的 你就發B聲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準備到這麼齊全 可是今天那個聲明很奇怪 開始去模糊焦點 東咬西咬 開始說 柯市府也好好市府也好 都有官員來跟我鎖匯 都是刁難不成 被逼我最後要找議員去找市長 結果網友說 所以你被鎖匯 你沒有給 結果你很可憐被刁難 結果被刁難到最後 容積率暴增到840 真是委屈你了 越刁難越多 越刁難越多 真是委屈你了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整個 沈靜靜今天的操作 是非常奇怪的 而且今天他本來 據媒體報導 他本來要抓到他說他是要跑的 對 然後這個小位議員 據媒體我們也不知道真假說 他原本昨天也有出境的跡象 是不是又代表他們有收到封 對 這個就讓我想到昨天柯市長早上 當媒體問到他說 彭震生說金華城是你交辦 他說 我要開記者會 我要一次說清楚 到了下午說 沒有啦 我記者會想的是藏物 沒有要講金華城 他說完說了 他不想講金華城了 我們那時候就在笑說 你怎麼說了 是不是他昨天下午 也知道今天的大動作 出事了 不敢再亂扯了 不敢再說 來啊來約談我啊 快點來約談我了 少囉嗦 他今天怎麼不這樣講 對 對 今天頭目你笑啊 不要約談我 拜託不要約談我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金華城的案子也好 北市科的案子也好 帳戶的案子也好 威根究底 就來只剩下一個字要查 錢 錢 就這樣子吧 我們今天看到了柯文哲 今天這個表情 怎麼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這個表情 他的自信 他的風采都沒有了 現在有人講 他心裡那個防線 真的崩潰了嗎 就昨天知道了嘛 昨天知道這個案子 已經開始啟動調查了嘛 然後開始搜索嘛 今天早上開始搜索 那搜索到今天早上的表情 所以立刻今天才有 有媒體登出來 才有民眾黨人的 今天晚上的黨公職大會的 會議的行程嘛 本來都沒有這個會啦 對 本來之後禮拜四要開會 開賬戶會議啊 對 那我認為明天不可能 明天上午應該 就到他家去衝門了嘛 因為如果今天晚上 按照今天現在檢調所報導 所報導的進度的話 對 八點鐘沈慶欽先生 要到北檢去覆訓嗎 對 那換言之講 他從早上八點 就進到廉政署的這個 偵查的整個過程 那長達12個小時的偵數過程 應該該講就講完了 或是不願意講 也就不願意講了嘛 就是威京部分 兩個人很有可能被羈押了 一個就是審慶金董市長 一個是殷小薇議員 他們兩個會被羈押 因為殷小薇要走嘛 你要逃亡之餘嘛 當然要羈押嘛 逃亡之餘的時候 這個羈押的要件 就已經形成了嘛 但是如果審慶金今天被收押 或是審慶金他們之間 有人根據我的經驗啊 在那麼大的案子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會踴躍地爭取那一個 非常珍貴的污點證人的那一個缺 那個缺只有一個人 這個是非常珍貴 污點證人只有一個人 因為檢方不可能 給你一大堆污點證人啊 就是你要通通合作嘛 那我想說 殷小薇跟沈慶金兩個人 都懂這個法律的問題 而且事先的律師都參謀作業 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是殷小薇不是講嗎 深正不怕影子邪 不是 那個 那個是對於在外面的講法 可以講得非常光免彈簧 當你到了這個 到了地檢署的時候 那是另外一個說法 那個就是要面臨到很現實的問題 對 你要長達十年的刑期 五年的刑期 二十年的刑期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來講的話 顧不得道義啦 昨天我們不是看到了嗎 昨天在這個鄭文燦案子上面 那個兒子把爸爸給咬了嘛 對 兒子去當烏田正人把爸爸咬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沈董 如果接受我的意見的話 他就會把他的金流講出來 只要你看看 只要有一萬塊 兩萬塊 五萬塊 十萬塊 柯文哲的問題就慘了 最少十年以上有去徒刑 對 今天最現象就是 居然映小偉早就被禁管了 對 我是剛剛看到媒體報導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是他是在機場的時候 要出境的時候被攔下來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他本來也不知道自己被禁管 也就是說檢調其實早就都出手了 檢調早就出手了 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 可能都已經控制住行蹤了 譬如說彭正生 他是直接就把他禁管了 那一些還沒有收網的人 說不定柯文哲也可以試著出境看看 說不定柯文哲也被禁管了 他可能可以出境試著去試試看 他可能也會被出境攔下來 所以是不是說今天 昨天晚上應議員在出境的時候 發現他被禁管 連夜有通知審 所以今天早上有另外一個媒體報導說 本來審也是準備要出境 對 我不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有竄起來說整個過程 但從這整個過程就是 我們就知道之前 檢調可能有一部分 也還在放一些煙霧彈 譬如說我們還在約談 慢慢的一個一個的約談 似乎好像給相關人等一些假象 包括說審還敢回來 因為好像他原本出國一陣子了 7月17的時候 其實地檢署傳喚過審慶經 但是當時審慶經就已經請假不到了 那聽說那一次之後他就抓到了 想說怎麼沒錢傳喚我 是我告訴遊俗為甚麼傳喚我 然後他就趕快出國了 那是不是因為覺得說 你都還在約談而已 然後集團有事他中間就跑回來 可是現在一切一切的蛛絲馬跡收起來看 我覺得一步一步的那個網 是越摳越緊了 當然我覺得最後一步 還是要動到市政府的相關官員 因為我們知道商人做再多事情 如果最後合章的人 那一個人 不管是柯文哲或彭正森 如果沒有OK 絕行章蓋下去的話 商人做再多事都是沒有用的 唷